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 上一讲给大家讲了刚性连周器 讲了刚性连周器当中的固定连周器 还有刚性可仪式连周器 我们下面看一看连周器当中的弹性连周器 在对连周器进行分类的时候 我们大家讲过 弹性连周器当中是含有弹性原件的 靠着弹性原件的定型 来补偿被连接两个轴之间的位 我们先来看一看弹性套注销连周器 这是一个弹性套注销连周器 大家看这是外形 从外形上来看 大家看它和刚性连周器当中的突原连周器 差别不大 但是我们把它抛开 看看它差别在哪里呢 这里两个半连周器的连接 不再是用螺栓了 而是用注销 这里在注销的上边有一个弹性套 弹性套可以发生弹性变形 那弹性套的弹性变形 弹性套的弹性变形 我们就把它用作补偿两轴之间的位移偏差 由于弹性套具有弹性 它可以补偿两个轴之间的位移偏差 这里为了补偿轴向位移呢 这里给出了一个间隙锡 给出了一个间隙锡 然后它可以补偿镜向和脚向的位移 但是弹性套啊 它容易磨损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更换要经常更换弹性套 所以在设计时啊 我们要流出来 半连周器和其他的周上元件之间 我们要流出一个距离A 来方便弹性套注销的拆卸 来方便弹性套注销的拆卸 这是半连周器的内部形状 它有这种锥孔的 有圆柱孔的 当然它还有长锥孔和短锥孔之分 非连接的两个轴上的两个半连周器啊 可以采用内孔形状一样的 也可以采用内孔形状不一样的 是工作情况而定 就是啊 这两个半连周器可以采用内孔形状一样 也可以采用不一样的 那么它内孔的形状有几种 这是弹性套注销连周器 外形上看啊 和拖延连周器差别不大 原理也是一样的 但是用注销取代了螺栓 这里注销外边套了一层弹性套 它结构简单 知道容易 装拆方便 成本较低 适用于转锯小 转速高 频繁正反转 需要缓和冲击的地方 由于弹性套具有弹性啊 它可以缓和冲击吸收振动 弹性套注销连周器 下一个呢 就是弹性注销连周器 它的外形 大家看 和突原连周器 也是差别不大 也是差别不大 原理也是相同的 原理也是相同的 只不过是用弹性注销取代了螺栓 用弹性注销 由于注销本身具有弹性 所以它可以对位移具有补偿能力 这里也是为了补偿 轴向位移啊 在这里留出了一个间隙锡 然后呢 注销对轻向位移和脚向位移 具有补偿能力 为了对注销进行轴向定位 这两个半连周器的这个断面啊 都加有挡板 大家看 这里有挡板 对注销啊 轴向定位 使注销不至于从孔中 从孔中移出 对注销啊 有了一个挡板 原理是一样的啊 原理是和这个突原连周器是一样的 这里也是 那么两个半连周器 两个半连周器也是靠着键和轴相连 靠键和轴相连 内孔呢 有圆柱形 有圆锥孔 有圆柱孔和有圆锥孔 内孔是不一样的 这里可以是一比上十的锥度 一比十的锥度 这种弹性注销连周器啊 结构简单 知道方便 成本低 适用于转锯小 转速高 正反向变化多 启动频繁的 高速转轴 弹性 弹性注销连周器啊 弹性注销 这个注销是弹性的 我们前面呢是弹性套注销连周器 在注销外面套个弹性套 这个呢不用套弹性套了 直接用弹性注销 把两个半连周器连接起来 还有一种弹性连周器呢 是轮胎式连周器 它是轮胎式连周器 大家看这是轮胎 这也是一个轮胎 靠着压板和螺栓 靠着压板和螺栓 紧紧的压紧轮胎 这样呢 轮胎呢能够传递转据 靠着螺栓和压板综合作用 紧紧的两边紧紧的压住轮胎 靠轮胎来传递转据 这个轮胎呀 由于它本身的材料 所以它具有弹性 可以补偿各种位移偏差 然后呢 这半连周器呀 仍然是用键和轴连接起来 仍然是用键和连接起来 这里呢在轮胎上留有缺口 由于橡胶轮胎易于变形 因此 轮许的相对于脚大 脚位移可以达到5到12度 就是非常大的小位移了 轴向位移呢 可以达到0.01倍的地 静向位移可以达到0.01倍的地 其中大地呢 为连周器的外径 所以这个位移的补偿能力啊 轮胎连周器是最好的 轮胎连周器结构简单 你看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压板 然后一个轮圆 用螺栓把它压到轮胎上 使用可靠 弹性大 轮胎材料的特点呢 易于变形 瘦变长 不需要润滑 但镜向尺寸大 镜向尺寸呢 要比其他几种大 可用于潮湿多沉 启动频繁之处 这是弹性连周器 这是轮胎连周器的外形 大家看从外形上看 它就像轮胎一样 但是这是一个半连周器 这是一个半连周器 这是压板 拧紧螺栓使这个压板 紧紧的压住轮胎 两边都是 然后轮胎呢 可以传递转据 其他的连周器 还有星形弹性连周器 星形的弹性连周器 星形 里边是星形 还有梅花形 梅花形弹性连周器 梅花形弹性连周器 还有磨片是弹性连周器 利用磨片的变形 来传递转据 还有弹性管连周器 弹性管连周器 还有滚子链 滚子链 钢性连周器 等等 好 我们下面来看看离合器 我们说离合器和连周器一样 都是使两个轴连接 或者是分离 但是呢 连周器是在机器停车的时候 才能做到使两轴结合 或者是分离 可是离合器呢 它使两个轴的结合 或者是分离呢 是在运转的过程当中 它的作用是用来连接两根轴 使之一起转动 并传递转据 在工作中 主从动部反 可分离 可结合 那么我们让它分离 它就分离 我们让它结合 它就结合 离合器的分类都有哪些呢 按其工作原理 可分为嵌入式 摩擦式两类 嵌入式和摩擦式两类 按照离合控制方法 可分为操纵式和自动式 按照操纵方式 分为机械离合器 电磁离合器 液压离合器和七亚离合器等 可自动离合的离合器 有超越离合器 离心离合器和安全离合器 它们能在特定的条件下 自动的结合或者是分离 这是离合器的分类 那么对离合器有什么要求呢 有什么基本要求呢 由于离合器它的作用 就决定了它的基本要求 那么它可以自动的 它可以工作中啊 可以进行分离或者是结合 分离时啊 分离和结合 我们都要求它迅速 平稳没有冲击 分离彻底 动作准确可靠 要求它结构简单 重量轻 惯性小 外形尺寸小 工作安全 效率高 另外呢 结合元件耐磨性好 使用寿命长 散热条件好 操纵方便省力 制造容易 调整维修方便 这是对离合器的要求 离合器的分类 要求还有作用 我们看离合器的选用 我们怎么选离合器呢 因为离合器和连流器一样啊 也已经标准化了 那么我们在使用离合器的时候啊 主要是离合器的选用 嵌入式离合器 结构简单 外形尺寸较小 两轴之间的连接 没有相对运动 一般适用于低速结合 扭曲不大的场合 摩擦式离合器呢 可以在任何转速下 实现两轴的结合和分离 结合过程平稳 冲击震动较小 可有过载保护作用 但是尺寸较大 在结合和分离的过程当中 要产生滑动摩擦 所以发热量的磨损也比较大 电磁摩擦离合器可以实现 远距离操纵 动作迅速 没有不平衡的轴向力 所以在触碰机械当中啊 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那么我们已经说过 离合器按工作原理 分为捏合离合器和 摩擦离合器等等 我们先来看啊 它按照离合方式呢 又分为操纵式离合器和 自动离合两种 现在先来看看操纵式离合器 牙签离合器 啊离合器牙签离合器 这牙签离合器呢 又属于捏合离合器 这是离合器要连接的两个部分 要连接的两个部分 那么这里边有凸齿啊 这里边是齿式的 齿式的 在这儿呢 有一个轴向的滑块 那把它向右移 向右移 两个轴分离 两个轴分离 两个齿托离捏合 两个轴分离 向左移 向左移 两个轴结合起来 啊 两个轴结合起来 这里有一个对中环 有个对中环 能时刻保持在 两轴结合和分离的过程当中 能够实现对中这样的要求 在这里我们要操纵四啊 操纵四 操纵式离合器嘛 我们要操纵的就是这个四啊 轴向的这个滑块四 它向左或者向右移 来实现 两个轴的结合 或者是分离 操纵式离合器 当中的牙签离合器 也是捏合离合器 在结合的过程当中 两个齿啊 这两个齿是处于 这两个半离合器的两个齿 是处于捏合状态的 离合器的牙形呢 这种离合器的牙形 有三角形 有三角形 那么这个角度 栏目的是30度到45度 还有梯形 角度呢 是2度到3度 还有锯齿形 那锯齿形呢 它是一个单向的离合器 牙签离合器的承载能力 主要取决于 齿根的弯曲强度 形马B 齿根弯曲强度 形马B 因为它的主要失效形式啊 就是这个齿的折断 所以它的承载能力 主要取决于 齿根弯曲强度 对于频繁离合的 牙签离合器啊 将产生齿面磨损 通常呢 要限制齿面压强P 来控制磨损 那既然承载能力 决定于齿根弯曲强度 形马B 它的齿根弯曲强度 这样叫和 KTHZD0W 让它小于一个 许用的形马B 压强呢 2KT工作情况系数 传递的转去 转距ZD0A 然后小于 一个许用的P 这里 这一个啊 这里是D0 然后 这个高度是H 牙签离合器 结构简单 尺寸小 结构非常简单 那么就在周向啊 加工有若干个尺 可以有三角形 梯形或者是 锯齿形 工作时呢 没有滑动 应用非常广泛 但是只一在两周 不回转或转速差 很小时进行结合 否则呢 会因撞击而断齿 它会因为撞击而断齿 所以它用的场合呢 就是两个周不动 或者是转速差很小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结合 摩擦离合器 摩擦离合器呢 是靠着两个半离合器 结合面之间的摩擦 来实现两周的结合 或者是分离的 在摩擦离合器当中 分为单盘摩擦离合器 和多盘摩擦离合器 单盘 这边有半离合器 这边有半离合器 两个半离合器 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单盘的摩擦离合器 在这个结合面上 产生很大的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 把左右两根轴结合起来 把左右两根轴结合起来 使它们相同的转速回转 那么如果让它们分离的话 我们移动这个轴向的滑块5 让它分离 这样两个轴就不以相同的速度回转 两个轴断开 主动轴可以回转 那么从动轴就不动了 多盘摩擦离合器 它的结构要复杂一些 多盘摩擦离合器 它是由两组摩擦盘 两组摩擦盘组成 这是外摩擦盘 外摩擦盘上的周向 有均布的分布的凸齿 凸起部分 那么这个凸齿 外边的壳体上 有类似于 花剑孔和花剑轴连接的 这样的一个凹槽 那这个凸齿 进入到这个凹槽当中 然后靠着这个凸齿 周向 周向军布的凸齿 把摩擦盘 和外边的壳体连接起来 和外边的壳体连接起来 然后使两个轴呢 一起运动 外摩擦盘的内孔 不和任何构件相接触 不和任何构件相接触 内摩擦盘 内摩擦盘 还有一组 还有一组 是内摩擦盘 内摩擦盘的外径呢 不和任何圆件相接触 而内孔 也是在圆周方向 均布有凸齿 另外呢 这里有套筒 套筒在周向呢 有凹槽 使这个凸齿 进入到这个凹槽当中 也相当于花件 花件轴和花件孔的连接 花件轴和花件孔的连接 那么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杠杆 这里有一个杠杆 在这儿 我们推动这个轴向的滑块 使杠杆向左推 那么使杠杆运动 由于杠杆的运动呢 把各个摩擦盘 把它压紧 压紧摩擦盘 那么在摩擦力的作用下 使这两个轴结合 使它压紧 然后我们松开 向右移动杠杆 向右移动杠杆呢 那么这个支点 向这个方向转动 摩擦盘之间松开 摩擦力不再起作用 所以这两个轴是分离状态 这是多盘摩擦 离合器 这个结构啊 要比单盘复杂一些 要比单盘复杂 但是承载能力呢 要比这个单盘要好 这是单盘摩擦 离合器 单盘摩擦离合器 我们就是靠着操纵 靠着操纵 这里边的轴向的滑块 这是多盘摩擦离合器 这组是外摩擦片 那么这组黄色的是内摩擦片 外摩擦片在上面啊 在上面这个凹槽当中 装入到上面凹槽当中 是摩擦片和外边的轴 外边的壳体一起转动 内摩擦片的下端 插入到下边的槽当中 也可以带动一些转动 这里边是杠杆 那么我们推动这个滑块 向左向左动的时候 这个杠杆啊 在这里 它向顺时针产生一个 一个转动 然后把各个摩擦片压紧 然后是两个轴结合 那么我们向右 我们向右 我们向右滑动这个滑块的时候呢 使摩擦片松开 这是电磁摩擦离合器 电磁摩擦离合器 原本摩擦离合器 所传递的最大转据 以及作用在摩擦面上的压强 分别是这样的 最大的转据是ZFFQ 是受到的外力 四分之第一 加上一个第二 大于等于KT 这是考虑摩擦传动的可行系数 这是传递的转据 压强 压强是四倍的FQ FQ在这里 是一个轴向的载荷 然后π第二的平方 减第一的平方 要小于等于P 小于等于一个P 下面这是圆锥式摩擦离合器 圆锥式摩擦离合器 那么它在这里是一个结合面 由于是圆锥式 所以它在承受同等载荷的情况下 结合和分离的能力更强一些 前面是操纵式离合器 我们再来看一看自动离合器 自动离合器 它不需要你操纵 而是一种能够根据机器运动 或动力参数的变化 而自动完成结合 或者是分离的离合器 常用的有安全离合器 离心离合器和定向离合器 安全离合器 这是销钉式安全离合器 这里有销钉 那么如果当转距超过允许数值时 这个销钉就被剪断 被剪断之后 两个轴会实现自动的分离 但是销钉剪断之后 我们这里就需要换销钉了 这里有一个钢套 所以还是比较麻烦 这是摩擦式安全离合器 这里是叠形弹簧 这是叠形弹簧 那么我们调解这里 调解这里的螺栓螺母 使弹簧以一定的压力压到摩擦片上 然后锁紧螺母 这样当它旋转 当转距超过允许的数值时 打滑 那么实现了打滑 所以它就不再传递转距了 也能够实现自动的分离 这是一组叠形弹簧 叠形弹簧 我们调解 轴向调解 给它一个力调解 让叠形弹簧紧紧的压在摩擦片上 然后转距在一定范围内转动 它实现两轴的结合 要是超过这一定范围 就自动分离 这是安全型离合器 由于有了安全离合器的作用 不会发生重大的事故 安全离合器 不是用在频繁的结合或分离的场合 只是用在 如果转距超过允许直时 那么起到一个安全防护作用 不会对其他领件造成破坏 不会发生重大事故 离心离合器 离心离合器也是自动离合器中的一种 就是当主动轴的转速达到某一定值时 能自行结合或者是分离 这是瓦块式离合力 瓦块式离心离合器 那么当离心力超过 这里是弹簧 弹簧的弹力 超过弹簧的弹力时 那当它旋转的时候 就可以实现自动的分离 开式离合器又分为 开式离合器和必式离合器 开式离合器 主要用于启动装置 必式离合器 主要用作安全装置 当机器转速过高时 可以起到安全保护作用 还有一种是定向离合器 还有一种是定向离合器 大家看这个图 当找轮为主动轮 并做顺时针回转时 顺时针回转时 滚住 这里边是滚住 这三个是滚住 将被摩擦力转动 而滚向空隙的收缩部分 滚向空隙的收缩部分 这里边 这里是收缩 并歇紧在找轮和套筒间 歇紧在找轮和套筒间 使套筒随找轮一起 就是套筒随找轮一起回转 因为靠这个滚住啊 使它们一起回转 离合器呢 就进入结合状态了 那么当找轮反转时 滚筒呢 滚住呢 就被滚到空隙的宽敞部分 滚到宽敞部分呢 那么它不能够压紧这个外边套筒 也就不能够使找轮和套筒一起转动 离合器呢 就处于分离状态 所以定向离合器啊 只能传递单方向的转据 可在机器中用来防止逆转 以及完成单向传动 那么我们说超越离合器的功能啊 超越离合器的功能也是这样 单向啊 单向它可以实现结合 然后反向呢 分离 但是定向离合器呢 只能按照一个转向传递转据 反向时就自动分离 这种离合器工作时呢 没有噪声 宜于高速转动 但是制造精度要求很高 这是滚珠式定向离合器 滚珠式定向离合器 好 前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的是 连轴器还有离合器 它们呢 都是用来使两个轴结合 或者是分离的 连轴器呢 是在停车状态下 使两个轴结合 或者是分离 离合器呢 是在工作时 使两轴进行结合 或者是分离的 那么我们来看制动器 制动器呢 它是利用摩擦力 来减低运动物体的速度 或者迫使其停止运动的 这样一个装置 我们按照制动零件的结构特征 分为 块式 带式 排式等等 制动器啊 在工程当中的应用 也是非常广泛的 比方说 启动机上 启动机上的制动器 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 我们看看 带式离合器 带式离合器 制动轮轴和轴承受力大 带和带轮之间的压力 也不均匀 所以磨损也不均匀 而且容易断裂 但是呢 结构简单 尺寸紧缩 可以产生很大的制动力锯 常应用 这是一个带式制动器 在这里 我们需要制动时 需要制动时 在这个杠杆上 给它加有一个制动力 加有一个制动力 那么再到这一点就产生一个制动力锯 把带 这里是带 这里边是带 是带 这里边呢 是和旋转的轴相连的这么一个盘 这样加上Q之后呢 就使带压紧在这个盘上 压紧在这个盘上 那么 使它停止运转 使它停止运转 这里边我们要求A和C是相等的 A和C是相等的 这个是块式制动器 块式制动器 这两个是电磁块 那么这里边有显铁 靠着显铁的作用呢 使这个块分离 或者是抱紧在这个轴上 那么当它抱紧这个轴时啊 这轴就不能转动了 或者是以很低的转速来转动 分离时 那它不起作用 关于制动器啊 有长臂和长开式 那么长臂呢 它就是始终是抱紧这样一个状态 只有当它的制动性能发生作用时才松开 长开呢 是经常出于开的这样一种状态 只有制动时才处于关闭这样一个状态 电磁块式制动器 启动和开启迅速 尺寸小 你看尺寸很小 重量轻 必于调整瓦块间隙 这是两个瓦块 那么这是瓦块之间的间隙 更换瓦块电磁体也方便 但制动时冲击大 电能消耗也大 不宜用于制动力具大和需要频繁制动的场合 瓦块式制动器 还有一种叫内脏式制动器 也叫做提示振动器 这里边有一个弹簧 那么这里是一个油缸 靠压油 是这两个啊 这里这两个片克服弹簧的力 压紧在外圈上 啊 实现制动 然后呢 如果是不需要制动时 那么卸油在弹簧的作用下呢 它们和外圈分开 这种制动器结构紧凑 广泛应用于各种车辆 以及结构尺寸受限制的机械当中 内脏式制动器的应用呢 是非常广泛的 好 这一章呢 给大家讲了连轴器 离合器 还有制动器 那么关于连轴器 也给大家讲的较多 以后呢 我们在进行课程设计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汇选连轴器 当然你在连轴器选定之后呢 有必要的情况下呢 还要对连轴器进行一部分零件 进行较和 进行强度的较和 好 这一章呢 我们也就讲到这儿 我们看下一章 我们讲第十四章 弹簧 弹簧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呢 是非常广泛的 弹簧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 非常广泛 弹簧的主要功能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呢是缓和冲击和吸收振动 我们在汽车和火车当中啊 都有缓冲弹簧 这类弹簧呢 它具有较大的弹性变形能力 缓和冲击吸收振动 具有较大的变形能力 第二个作用呢 是储存能量 钟表 枪击弹簧 它储存能量 这种弹簧呢 既要求有较大的弹性 又要求作用力比较稳 作用力比较稳 储存能量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小孩的玩具 小孩的玩具 有一种玩具车 就是你把它上上弦之后 那么我们是这种弹簧 把能量储存了 然后释放能量 这个车就可以行驶或者转弯 把能量释放完毕之后 那么这个车就停止了 钟表和枪击弹簧呢 都是这种储存能量的这种作用 它有较大的弹性 但是要求作用力比较稳定 测量力的大小 我们的测量仪啊 测量仪啊 还有弹簧秤当中的弹簧 都是这种测力弹簧 这种弹簧要求受力和变形 呈线性关系 也就是对这种弹簧的刚度要求 是有限制的 不然的话呢 那么你测得的力就不准 因为这种弹簧的工作原理啊 就是利用了变形 弹簧的变形和受力呈正比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如果是线性的话 它就是准确的 那么如果你由于有些原因的限制啊 使这种受力和变形的关系 呈曲线分布了 那么你测出来的力值就不等了 这是第三个作用测量力的大小 第四个控制机构的运动和零件的位置 这是内人机配器机构 这是缝纫机的绕线机构 那在这里安装有个弹簧 在这里也安装弹簧 这个弹簧要求在某一定变形范围内的刚度呢 变换也不大 要求的变换也不大 这里突轮旋转 突轮旋转 那么当突轮旋转到这里时 弹簧的压缩量是最大的 然后突轮继续旋转的话 这个弹簧释放 在长度方向释放 它控制 控制机构的运动 或者是零件的位置 这个也是 这是绕线机构 那么正是在它和这个 和这个零件的作用下 使这个线均匀的绕在这个绕线轴上 这是弹簧的作用 那我们来看看弹簧是怎么样分类的呢 按照承受载荷的性质 分为拉伸弹簧 承受的是拉力 压缩弹簧 承受的是压力 扭转弹簧 承受的是扭矩 还有弯曲弹簧 承受的是弯矩 按弹簧形状分 分为螺旋弹簧 最常用的螺旋弹簧 迪形弹簧 我们在上一章 讲连周期时 刚给大家讲过 环形弹簧 不常用 弹簧也经常用 板簧 在汽车当中和火车当中应用的比较多 我们来看弹簧的基本类型 螺旋形 这是拉伸弹簧 圆柱螺旋拉伸弹簧 压缩 承受载荷是压缩 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承受压缩力 圆锥螺旋压缩弹簧 扭转 圆柱螺旋扭转弹簧 那么弯曲呢 弯曲这里边没有 螺旋形 没有承受弯曲的这样的形状 其他形状 环形弹簧 承受的是压缩 叠形弹簧也是承受压缩 盘簧 盘簧 释放能量 储存能量 这种 板簧 承受弯曲的作用 板簧 承受弯曲的作用 这个是圆柱螺旋拉伸弹簧 圆柱螺旋拉伸弹簧 这是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大家看 顿面什么平的 这是板簧 这是板簧 用在汽车上 那么它是起了一个缓冲吸震的作用 这是圆柱螺旋扭转弹簧 扭簧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也经常见到扭簧 比方说女同学的发卡 还有我们用的裤甲 用到的都是扭转弹簧 这是圆柱螺旋拉伸弹簧 在立的作用下 实现轴向的变形 轴向的变形 这是一个初始工作状态 初始工作状态 一般各个圈之间是并紧的 然后重受载合之后 它拉开 拉开之后 各个圈之间有了一个轴向间隙 这是圆柱螺旋压缩弹簧 那在初始的状态下 各圈和圈之间有一个轴向的位移 工作时 轴向圈和圈之间的轴向距离减小 圈和圈之间的轴向距离减小 直至压并为止 那么当各圈之间并拢之后 它不能够再承受轴向的压力 这是变刚度压缩弹簧 你看 圈和圈之间的直径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刚度是变化的 压缩弹簧 这个也是它受力的情况 圆柱螺旋扭转弹簧 圆柱螺旋扭转弹簧 在工作时承受扭矩的作用 工作时承受扭矩的作用 板簧 这是板簧 板簧呢 在载合的作用下 在载合的作用下 它具有缓冲吸震的这样一个功能 它可以这个板簧自己啊 在承受外载合时 产生一个弹性的振动 然后呢 它可以缓和冲击 这是板簧 在气质和火车当中 多多能够用到 大家可以自己去观察 这是窝卷形弹簧 窝卷形弹簧 在钟表当中和玩具当中 用的比较多 这是圆锥螺旋压缩弹簧 它是圆锥形的 是个压缩弹簧 这是环形弹簧 那么环形弹簧呢 有内环和外环 内环之间呢 它有一个锥面 然后在承受轴向载合时 它会发生轴向的变形 这是叠形弹簧 每一个弹簧呢 像一个叠片一样 像一个叠片一样 那么承受轴向载合时 它会产生变形 然后呢 来承受轴向力 弹簧 也是窝卷弹簧 这里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就像这个宗教当中 玩具当中 多用这种盘形弹簧 环形弹簧 我们说 它有内圈和外圈 内圈和外圈 但是内圈和外圈之间的基础面呢 是锥形面 然后承受轴向力时 靠着锥面之间的移动 来产生轴向的变形 就是环形弹簧 在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变形 叠形弹簧 在力的作用下也会产生变形 好 我们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弹簧的材料 使用应力以及制造 由于弹簧 它本身的特点 分类 承载 所以我们对弹簧材料的主要要求 是下面几点 第一个 要求弹簧材料 具有高的弹性极限 强度极限 疲劳极限 和冲击韧性 第二个呢 要求有良好的热处理性能 热处理后呢 应该有足够的 经久不变的弹性 并且脱碳性要小 第三个 对冷拔材料 要求有均匀的硬度 和良好的塑性 这是对弹簧材料的主要要求 根据这些主要要求 我们常用的弹簧材料 有下面些种 碳素弹簧钢 合金弹簧钢 独锈钢 以及特种的材料 特种的材料 讲到材料了 那么我们不可避免的 要提到的呢 就是使用剪切和弯曲应力 那弹簧的使用 剪切和弯曲应力呢 是和材料 在和变化特性 以及弹簧的重要程度 是有关的 那么我们把弹簧分为三类 一二三三类弹簧 对于一类弹簧 一类弹簧呢 它是承受的是变载核 交变次数是大于十的六四方 大于十的六四方次 交变载核 这一类弹簧 一类弹簧 多数呢 是为疲劳破坏 多数是疲劳破坏 二类弹簧呢 它主要是 二类载核 二类载核呢 主要承受 净载核的重要弹簧 它是 主要承受净载核的重要弹簧 有冲击的弹簧 或者是交变次数呢 在十的立方到十的六四方次的弹簧 它主要发生疲劳 或者是净载破坏 二类载核 那么我们把载核啊 分为三类 三类载核 主要承受净载核 啊 主要承受净载核 或者是交变次数 在十的三四方以内的弹簧 它的主要破坏方式呢 是净载破坏 这么三类弹簧 破坏方式也不同 那么材料啊 使用剪接和使用弯曲应力啊 最后弹簧的材料 还有载核的变化特性 以及弹簧的重要程度有关 我们来看弹簧的制造 螺旋弹簧的制造过程啊 主要包括冷拔 或者是800到1000度热卷绕 第二个呢 是勾环的制作或两端的加工 第三个呢 是热处理 热处理呢 包括战火和回火 第四个呢 是工艺实验 以及必要的压强 或喷完等强化处理 对于压缩弹簧啊 它的端部结构啊 我们对它的端部结构 有个特殊的要求 压缩弹簧 这一种 Y1是磨平并紧 各圈之间磨平 磨平并紧 每端 每端端部 我们要求它的端部并紧 并且磨平 每端支撑圈 圈数呢 是1到1又四分之一圈 Y2类 Y2类 要求它端部并紧 看这种并紧 磨平或者是不磨平 每端支撑圈数呢 四分之三到一圈 这是不磨的 如果磨的话呢 是1到1又四分之一圈 再来看这种 Y3类 并紧 端部 但是不磨 不磨平 每端支撑圈数呢 是四分之三到一圈 这是Y4类 不并紧 也不磨平 每端支撑圈数呢 就是二分之一圈 是弹簧的端部结构 因为弹簧的端部结构啊 对压缩弹簧的承载能力 以及稳定性 有很重要的影响 对于拉伸弹簧呢 它的端部结构是这样的啊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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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伸弹簧 那么我们为了减小端部的变形 减小端部的变形 我们常常把端部啊 制造成这样的 两体的 制造成两体的 还有这种 用拧螺纹的方式 这两种和前面这几种 是不一样的啊 这是拉伸弹簧的端部结构 那么 这是压缩 以及拉伸弹簧的端部处理情况 第三个是热处理 第四个呢 是工艺实验 以及必要的强压 或者是喷碗等强化处理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圆柱形 压缩螺旋弹簧的设计计算 我们以压缩弹簧为例 但是拉伸弹簧的设计计算呢 和压缩弹簧是类似的 圆柱形压缩弹簧设计计算的内容 有以下几种方式 有以下几种 一个呢 是确定结构形式和特性线 弹簧的结构形式和弹簧的特性线 第二个 选择弹簧的材料和确定使用盈利 第三个 由强度条件 确定弹簧丝的直径和弹簧中径 第四个 由刚度条件 确定弹簧的工作圈数 第五个 确定弹簧的基本参数 还有尺寸等 这是我们要进行设计计算的内容 我们要进行设计计算的内容 好 这一点先剪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